习德岛联盟成立前总统李登辉也特别南下参与 他在闭幕致辞时强调 他会与大家从现在开始努力 希望下一次全国新的大选可以合并举办公投 展现台湾正名制限的民主力量 他也要民众用选票淘汰当中国打手的政党与政治人物 来欢迎李登辉总统 随乎小心翼翼 搀扶高龄96岁的前总统李登辉进入会场 即使行动些许不方便但他不在意 亲自南下高雄力挺喜乐岛联盟 政府今天要特别来参加 喜乐岛联盟生立台会 就是要用武帝行动来表示 对承命借贤的支持 李前总统呼吁台湾人自己决定未来 与正名制限让中国法统没机会复辟 民调显示高达七成五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李前总统呼吁不要分先来后到团结一致对外 跟友好国家建立沟通平台对抗中国霸权 对内要淘汰中国的唱和者 我们要用双标淘汰 既然利用台湾的民族计则 为中国发声 当中国发声 极法社会对立 调起生殖精确 要我们老百姓 安定生活的政动和政治人物 曾带领台湾走向总统 直选民主道路的李前总统欲重心肠 有生之年他盼望 以台湾为国民走向世界 能亲眼看到 明星文中博导